鲁玉46岁生日 鲁玉46岁生日 雨昕在豪宅为她开了一个生日趴 到访的不但有向华强一家 还有主持一哥曹可凡 鲁玉可谓一路靠着自己 从一个主持人摸爬滚打 寄身到了上流社会 其实娱乐圈也有不少女主持 靠着人脉和机遇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2012年 朱朱跟艾尔凯在红台上演一吻定情 从此娱乐圈有了她的一席之一 而在这之前 她的身份是MTV当家主播 不仅如此 她还是国际名媛谢尔顿的闺蜜 侯佩曾由于外形甜美 气质温外 获得主持招牌节目 娱乐亚洲的机会 从此成名 她不但开始主持大型晚会 还逐渐结识明星 富商 好朋友也尽是名媛 20年前 杨兰凭借正大综艺 在国内家喻户晓 后来到美国留学时 她不但取得学位 还结婚生子 2000年 杨兰和吴征 以富济荡创办了阳光文化 同时 她还跟喜临迪翁 共同创办的品牌蓝 走进高端珠宝定制领域 李香女儿 王诗玲 年纪虽小 人脉却比许多 三四线明星还要广 男神发歌 影帝张家辉 纷纷跟她合照送礼物 钢琴王子李云迪 是她的老师 何炯与汪涵 则分别为她的干爹和舅舅 不仅如此 李香还凭借着 自己的国际人脉 为女儿争取到 在国际题台走秀的机会 孟广美因为曾是模特 又会主持 走红后不仅继身名流 而且周围富商围绕 后来孟广美将事业中心 转向内地 遇到了身家10亿的富商 集增和 早在沈欣还在北京台主持时 就有人专门做个调查 逢这位美女主播出现在镜头前 节目收视率就直线拍升 跳到凤凰卫视以后的 短短几年间 沈欣便从主播 继身富商云集的上流社会 可是富商翻墙进沈欣家 吕家中另一位富商 大打出手的事件 却划破了她平均的生活 虽然事件后 沈欣复工继续主持工作 却再不及从前的人去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